欢迎大家收看跟着Poly一起的系列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保留近N个月的资料可以怎么做呢 那系统其实已经有内建的这个方法来达到这个需求 但当然还有许人来问我说 如果我想写公式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过去这阵子 我们已经分享了六篇跟日期相关的教学 那我们可以看到3.4的这个系列 这个type的日期教学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 所以如果你基础还没有很打好的话 我建议你从3.4开始 那慢慢的你再去延伸看其他章节的部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每天营业额长什么样子 我们通常会想要保留某几天的资料就是 当我今天不保留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我的资料从过去到现在好几年 但我这样的话对我来讲我在搜寻 甚至我在分析上面是一个比较辛苦的部分 我可不可以快速的找到我要的资料 所以我们就会有个需求说 我想要看三天内的资料 好三天内的资料 那我可能就用筛选器去勾我这三天的资料 那另外是我可能也需要想要去做我四个月的资料 那刚刚如果你会做三个月的资料 最近四个月到你一定没有问题 那我们一样再做一次给大家看 就是我把order date放进来之后 那最近四个月的话 我可以去按这个年月的部分 那我去选择 那就是6789 最近这四个月 好那最近这四个月你也会了之后 最近两季的营收这也不用讲了 一样是把我的order date放到筛选条件之后 那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季度的部分 那在这个季度它是问你1234 如果你是选这个的话 会套入的会进到一个问题是 这个不是最近 这是我这个数网年度里面的1234季 我选择的季比它都会进来 所以我们不可以选刚刚讲的 这个是上面的季 我们要选择下面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里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我每次在选择这个都会发生很多问题 例如说我要怎么很精准的选到最近两季 一样我用重复这个方式 那可能就是如果是最近两季 我现在9月的话是Q3嘛 对不对 那最近的两季的话 那我不就是Q2跟Q3吗 那Q3的话是789 那Q2的话就是456 用这样的方式去点选出来 我还是可以跟老板去报告说 最近两季它的营收大概涨这个样子 OK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筛选器是固定的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现在是9月 接下来10月了 以10月来讲的最近两季 它其实是第三季跟第四季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筛选器是不是重新设定 最近四个月来讲的话 假设我今天到了10月 我最近的四个月就不会是从我们刚刚看到的6789 它就会变成7890 这才是最近四个月 这个就是我们用这种固定的筛选器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前一段的课程 我们交过一个叫做相对的筛选器 什么叫做相对的筛选器呢 我们把这个order day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次 order day放进来 我们选的是相对日期 然后接着的话 因为我想要看本周 本 OK今天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营业额是多少 1648 看一下对不对 今天1648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除了看今天 我要看这周 今天才礼拜三而已 所以我们要看这周的话 就会有这周这几天的资料 那你要看本月的话 我们就把它选过来 所以这个都会随着你现在当下的前进 它也告诉你说 如果是当月的话 就是9月1号到9月30号 因为今天是9月19号的部分 好 那当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就是7月1号到9月30号 所以当我用这种绝对的日期的时候 我的sheet 我不可自动打开 它就会对到 例如说今天是9月19 明天打开 我就是9月20号 这样子 我才不会被限制住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 刚刚提到的这功能 它除了可以用对应当下之后 我也可以去看过去 例如说我要去看过去三天 那我就选天数 我把今天改成过去的部分 那过去两周 我们就用过去 然后两周 OK 我们先把它改成两周的部分 这就是过去两周的资料 那过去4个月 在这里我们把它调成4就好了 你有沒有发现 其实 Table内建的功能都帮你做好这些 对不对 但是还是会有人想知道 如果我今天想要写公式可以怎么撰写 对于公式很烦恼的人 我知道你们会觉得 哎呀怎么会有人这么奇怪 没有关系 高手就是要一直往上去做 那我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 怎么样去达到过去三天的订单 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过去三天我刚刚提到的 今天 昨天 前天 这就是过去三天 那我们总共的订单就会在这边 那系统怎么知道 哎 这个就是过去三天的资料 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做的 过去三天的订单 我这里有做一个判断式 那这个判断式的是 在写什么呢 我们在写的一个东西是 我先做一个天数的一个差距 我去做一个day diff的公式 这边蛮重要的 大家要认真的听 来我们看一下 day diff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里会有一个用 开始日期跟结束日期去包起来 那你的日期你是用日期的条件 就是你在用天来做一个集聚 还是用月来做一个集聚 你的集聚你要告诉他吗 你的条件是什么 那再来是你每周开始的日子 只是用 因为有些人觉得礼拜一 才是每周开始 有些人觉得礼拜日就开始 那我是礼拜日派的 所以我就把它写了礼拜日派 那我在做day diff的 这个日期的差距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的day diff 这边把它按确定之后 这个日子我把它摆上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是好 再把我们的天数差距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白话文 我用天去看我的order day跟今天 他们差了几天 如果是当天的话我日子相减 OK那就是零天 那如果说我今天资料去减掉昨天 刚好多一天 这就是我平均一天 所以这三天的资料 我就这样做出来了 但是我除了做了天数的差距 我其实这里有写一个判断是 也就是我希望在我的这个视窗上面 我只看到三天内的资料 所以我的天数差距的这个我希望它是小于等于2的 小于等于2它就是三天内 好 这样子的方式我就可以得到最近三天的订单 它就不会跑出一堆有的没的出来 如果我今天老板除了从我看三天的资料 我改成我要看一个礼拜的资料 甚至我要看一个月的资料 或者是我要看一季的资料 这怎么办 其实刚刚的相对日期都已经有告诉我们 可以怎么做 就是过去三天 过去一周 过去三个月 但如果我想用公司的方式去撰写 可以怎么做 还记得我们过去分享的这些 其实都有一直在跟大家讲参数怎么做 如果你有这些概念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用参数来撰写的时候 会有多简单 那这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用参数的方式 因为我喜欢把报表设计得很灵活 我不希望使用者一直来跟我调整需求 我想要做一个让大家现在可以用 未来也可以用的报表 那这个参数你就必须要学好了 那你看我们刚刚的方式是 先看我原本的公式 原本的公式是我用daydiff 然后用这个天当做我的条件 那我是看今天跟我的orderday去相减 然后去计算我的其实日期 其实日期是星期天 然后去看我们现在的差距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那如果我们把它改成参数可以怎么写呢 刚刚提到的 不是这个 要先看这个 刚刚提到的 我用天当做我的计算单位 我也可以用周也可以用月也可以用季 对不对 那这个栏位是怎么来的呢 我其实是去这边设定一个参数之后 然后把这个参数带过来的 那这个参数我们也来看一下 编辑的时候你会看到一样 我们以前有教过我们用字串的方式 然后用day week month 跟quarter的方式 就可以去把日周月季做出来 好你做完这边就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的 日期天数的这个差距这里 接着的话 我的刚刚的栏位本来是 我在看天数的计算 我就可以把它改成参数的这个 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 因为我提到说 我希望我上面我会去做一个 判断是 判断什么呢 我的这个日期差距的天数 它必须要小于我计算的区间 那我才知道我现在是要设两天内 三天内甚至是几个礼拜 甚至几个月嘛 所以这个必须要有个区间 那个区间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常数 那这里的话我有一个设定一个区间 就是它是一个整数的形态的方式 那在这边做完之后 我一样是把它拉来我的筛选条件 我是选择true的部分 其实这个跟刚刚写公式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这边也是设定为true 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参数的这边的说明的时候 当我把这些都放进去之后 我们来看有什么改变 我们刚刚提到的 如果计算零就代表这是当天 那三天的话我就必须写2 这个转换一下 转换成2对吧 就是我要看三天内我就写2 我要看五天内我就写4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痛苦 因为这跟我们的人类的思考的方式是 我还要去转字会有点麻烦 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我们在这里把它做一个减1 因为刚刚我都必须要思考一个减1才可以 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写0 它会没有东西 但是我如果写1 就是我今天的资料 所以我要看三天内就可以这样写 是不是更直觉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我写5天内 这就是我这5天的资料19 18 17 16到15 那你会说会不会只有日可以用 没有我们如果有做过 我们看月好了会更好看 那我们看两个月的资料就好 那这两个月的话 因为我现在是9月嘛 那所以9月的话 最近两个月就是8月跟9月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资料 就会从8月1号到9月19号的资料 就通通都会进来了 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希望用一个数值来表达 这个全部可以怎么做呢 不要像是这样子条列出来 然后去拉合计得到这个加总的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判断式 那这个判断式的话 我们是可以去在做区间内的加总的营业额 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写的 dative的部分 那我的dative 然后我去做一个区间的计算的设计 那假设它符合在我这个区间 那就帮我把营业额加进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得到说 假设我用这个数字去取代 我们原本的sales营业额的部分 那这样子的好处是我想要得到是 这两天的资料 我就直接用这个栏位去取代 那或者是说 我们不用两天 五天也可以 这个五天之内的资料 甚至是我想要看 这靠近的这五个季度的资料 这个都可以去透过这样的方式 去帮我们做出来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不管你今天是系统内建派的 或者是公司派的 这个方式都非常的简单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初学者我们就先搞懂 这些相对日期的设计 那如果说你比较进阶的 甚至你去帮公司设计很多图表 你会发现说 你与其去告诉公司内部的人 怎么去做这个 他们每次都搞不清楚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参数的介绍 然后跟你这个时间的区间设定 就可以帮到你很多忙咯 好哦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是Poly 那欢迎大家把你们遇到的问题 都来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去做出来 拜拜